國防部已經決定要跟美方 採購66架F16V的戰機 總價可能是3900億台幣 這樣子的一個訂單 這一筆訂單是美方希望我們採購的 因為之前也傳出蔡總統 有跟美方提出要買F35 現在這個到底改成買66架F16V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嗎 有專家認為說F16V 你可以匹配大陸解放軍的殲10C戰機 具引擎能力的殲20 在F16V的雷達徵收下也無所遁形 可能對我們的國防是有幫助的 我們現在是142架F16 都屬於AB型 機身比較輕 發動機的推力也比較小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可能的軍購案 國防部的官員說 外界說需要2500到3900 目前是鵝船 鵝船就是 表船 不實消息 2500到3900都不是 那到底落在哪裡 不是2500 不是3900 是高於3900還是低於2500 這個恐怕既然說是鵝船 就告訴我們真傳是什麼 真正的消息是什麼 跟剛才一樣 說它是假新聞 真新聞到底是什麼 這一個軍購案在大選年提出 是不是為了求連任 用工廠向美國示好 是不是一個訪美 訪華府的一個門票的費用 這個採購到底有沒有買貴 是不是凱子 這可能是立法委員要去監督的 這樣子的一個採購案 對於我們的戰機的戰力的補充 這個軍事專家也說 這個16AB戰機大概60億美元 主要因為通貨膨脹 現在買F16V新機的價格 如果是這樣子也不算貴 貴不貴是其中一個大家需要討論的 第二個有沒有必要買這樣子的一個戰機 有沒有必要在預算上面有融出一個4000億 左右的預算做這件事 是第二個要討論的角度 這個首先我必須講就是說 要買F16V這件事情 至少我們在上個會期 預算會期的時候 國安部沒有正式提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個F16V的升級計畫 是把AB升成V 這個已經在做了 大概初步做完的會拿出來試了 也因為這樣 所以之前才有傳出說 在其他國家也開始做升級的時候 我們可以拿到一些回饋金 因為這個是 之前那個升級計畫案裡面 我們跟美國的一個合作 但是現在要買這個是全新的F16V 也就是它的引擎發動機 整個跟F16AB不一樣 是比較強的 但是那些電子射空那些系統 就是我們在升級的 這些可能是雷同的 不管怎麼樣 台灣的空房的確面臨了一個 現在需要升級的一個點 這是沒有錯的 所以為什麼之前國防部一直在想說 F35 F35A這些等等垂直起降的 但是我們知道F35大概排不上 如果要排這個訂單 我們排很久排不上 所以國防部會去想到這個F16V 我想一方面跟美國的態度有關係 第二個 我們國防上面 因為有F5系列的要淘汰 所以需要去補 還有幻象2000現在也不太行 因為它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會去想要做這個 我要講的是 國防的需求就歸國防的需求 要花多少錢 你美方怎麼報價 我們希望這個過程要國會監督 而且這個過程 我們也希望符合我們的戰略需求 所以到底是2500還3900 我想現在美方應該還沒有給我們確定 還沒報價 因為他只提了一個需求單過去 真正報價應該是還沒有 而且這裡面到底 到底內容是多少 內容是多少 就是說他還要附帶 多幾年的這些計畫等等的 都會在裡面 可是我覺得 我們既然這麼大的一個採購 站在國防上面 當然第一個 符合我們的需求 第二個 既然我們本身在做F16V的升級 有沒有可能這樣買這些的時候 是能夠來台灣 做一定的組裝 提升我們的一些技術等等 再來因為全球F16V的需求量 未來可能不只這些 如果可以的話 至少在亞洲地區 如果美國真的把台灣 視為一個戰略夥伴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應該這個計畫 也要把這些我們想要的 產業的升級 這些等等應該綁進去 而不是單單只是 花個錢來買而已 再來 因為是在大選年前來提這個計畫 這個難免 就會讓大家有一些想像空間 就是說 這個軍購案的通過 是不是單純只是軍購 單純只是國防的需求 還是對於執政黨來講 你有其他附帶的一些 政治上面的想法跟想像 為什麼 因為川普 各位還記不記得 川普那時候剛當選 還沒有上任的時候